欢迎来到龙之家族第二集第二集第一集就来了给姨子长子开头杀亮相 绿党这边的大一耿国王的儿子杰赫里斯惨招暗杀戈头 导致一夜之间红宝上下提前起床 影片开始就看到宫女拿着满是血的床单走出进宫 红宝不管是侍从 鬼族家眷几乎全被卫兵带走控制 玉林铁外还带着两条狗来闻杰赫里斯的衣物 想看看能否找他松手 这时科尔也没闲着装作很忙的样子走来走去 其实应该是像老鼠一样逃窜 感觉离爱丽森的寝宫越远越好 此时的大一耿直接拿剑把维赛里斯生前精心建造的瓦雷利亚自由堡垒砸了个稀巴烂 哎摩西是无辜的 大一耿显然难以接受儿子的死讯 发疯似的说要开战 认定了这就是黑党做的 伊蒙德玛就还是很装逼没什么表情 他重新回到之前的议会时 发现了暗道的门还开着 注意看的话 同为暗道门的墙上 就是征服着伊耿骑着黑死神喷火焚烧赫伦堡的壁画 过度解读的话 这也暗示了这道暗门 开启了绿党决定用龙来作战的导火索 伊蒙德之后看向地图 发现那些金币都不见了 在桌下面找到了其中一枚 原本我以为伊蒙德准备要化成柯南了 从丢失的金币和密道入手 进而搜查到杀害杰和里斯的凶手 不过是我想多了 这一场戏就是单纯表达伊蒙德的反应 但感觉没什么干货 这就是爱丽森和奥托的反应 奥托也是挺冷静的 慢条思理的说着冲动是魔鬼 需要冷静下来找到凶手才是最重要的 但此时爱丽森已经哭成累人 毕竟她也算是个最先知道杰和里斯遇害的人 海伦娜还抱着女儿来她房间 她却无能为力 因为当时立即中在了腰部 这样的愧疚和羞耻感 导致奥托想上前安抚爱丽森 爱丽森直接转身走开 还说刺客或者幕后黑手 或许情有可原呢 这情有可原 其实就有大家心知肚明幕后黑手就是雷尼拉 是他们杀害小鹿在先 才让雷尼拉下达刺杀计划 接着爱丽森说到七神在惩罚她 这个惩罚可能有三层意思 一个是他们篡夺王位 一个是他们害死了小鹿 一个是爱丽森和科尔的那些事 接下来紧急召开御前会议 大一森开始发疯似的把错全部归结给大家 为何要在晚上睡觉 并说到自己差点遇刺 施加泰兰多嘴说 啊尊者抓住 国王你也遇到危险了吗 大一森直接摔了泰兰的酒杯 我说的是万一啊 还有闲工夫喝酒 接着大一森继续乱咬 你你你 克尔你死哪去了 为什么没其他保护作用 如果这时克尔直接说 那他没有再骂人 他说的是实话 爱丽森直接慌张的看了一眼克尔 克尔当然也不想东窗事发 说睡觉去了 今天不值夜班 大一森还咬定 这就是雷尼拉指使所为 并责怪爱丽森还在向摇那婊子一命 这时弯腿过来邀功 说已经抓到了金袍 他身上还藏着杰和李斯的头 人脏病祸 大一森直接想过去宰了金袍 却被奥托喊住 他们需要查明真相 铁棍也补充说 确实需要查清楚 谁才是真正的幕后操控者 毕竟现在不只是黑党一个敌人 说不定那些摇摆的贵族和领主 也可能成为绿党的敌人 这句话反而让大一森恢复了些理智 但不多 他也觉得说不定就是 遇前会议里的人干的 说这话的时候 大一森还指了是泰兰 估计泰兰这是句话意境不至于吧 我只是当时不让杰和李斯玩我的弹珠而已 然后大一森还看下了大学士 大学士也是一脸问号 奥托感觉有点偏离主题了 赶紧拉回来 说查明真相确实很重要 but 事已至此 就需要把这个事件 作为我们对付黑党的武器 不管凶手到底是谁 杰和李斯的死都需要赖在雷尼拉头上 并且还要公诸于天下 让君临城的百姓都知道 这是雷尼拉做的好事 大一森大喊不种不种 不可以让杰尘老百姓知道我的皇室这么软弱 这么轻易就被刺杀我的儿子 我的脸王哪哥 不过奥托直接回怼 大家早就看出你的软弱了 大一森气得又摔被子 从他进狱前会议已经刷了三次了 大家早就习惯了 奥托见大一森也只会摔这些锅碗瓢本 卸分就放心了 于是示意大家做做做 开始说正事 奥托这老狐狸肯定不会轻易放过这么拱手给到的弹药 他不仅要向天下昭告杰和李斯的惨死 还要把杰和李斯的遗体尤其示众 告诉军灵城的百姓 这就是雷尼拉的杰作 大一森这时从此前的发疯拒绝 但后面央球一样 喊着No 这已经足够说明大一森的软弱了 爱丽森也觉得这么做有点过 但奥托根本不想错过如此打击黑党的好机位 爱丽森此前也和奥托私下确立了互信 爱丽森顺水一推 让大一森点头同意了 值得注意的是 这时依然没有援助中大一森和海伦娜小儿子梅拉尔的信息 可能引击把梅拉尔去掉了 这可以增加大一森对唯一儿子继承人去世更为悲愤 然后或许因为杰和李斯的离世 才让大一森决定和海伦娜再生一个男孩 第二天 海伦娜还在拿着杰和李斯的挂坛 无声的哭泣 爱丽森过来请求海伦娜参加游街葬礼 海伦娜当然是拒绝 不过这种拒绝显然没什么作用就对了 爱丽森借机聊到昨晚房间海伦娜看到的是 海伦娜根本懒得听爱丽森和科尔的奇马克 直接塞给爱丽森那个挂坛 说这是给杰和李斯的挂坛 过度解读的话 这挂坛可能就是此前海伦娜刺绣的那条 难道她真的遇见了杰和李斯的死亡吗 挂坛披在杰和李斯的尸体上 也预示了挂坛沾满鲜血 和片头挂坛的沾血的坦格利安历史联动在一起 游街葬礼如期举行 在七神领路人的喊叫下 雷尼拉成为了卯牌女王和残害孩子的杀人犯 众人纷纷为之莫哀 奥托着葬礼哀悼寻游 养民众和绿党起到了不少共鸣共情的效果 感觉一切顺利 没什么意外的时候就出意外了 邻车撞到了一个石头挡住了去路 金袍门上前疏通 这时吃瓜民众纷纷涌过来 海伦娜有些情绪失控 变得焦躁不安 人群中有人喊这就是雷尼拉的诅咒 让整个葬礼寻游扁了位 其实在预告中 还展现了葬礼寻游更混乱的场面 爱丽森牵着海伦娜狂奔 但这段似乎在整片中被删掉了 我只能在这自己脑补了 这应该是军林城游 部分民众还是支持国光雷尼拉的 正好有人喊出这是雷尼拉的诅咒 海塔尔家族遭天谴之类的 然后民众人潮开始失控 爱丽森只能拉着海伦娜狼狈的离开现场 葬礼寻游也草草结束 另一边弯腿审问金袍 弯腿一打开自己的大礼包 金袍看到那形形色色的工具立马认怂 这些工具估计他也很熟悉 毕竟做金袍免不了也用行过其他人 之后他一更过来棍棒伺候 其实对于金袍来说算是个好死法啦 当头一棒失去意识随便你们打了 雷尼拉这边也很快听闻了军林城发生的大事 完全不知情的他 赶紧写信去澄清这事与我无瓜 但其实雷尼拉也是踹着名牌装糊涂 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戴蒙那表情就差没把这是我做的写在脸上了 但为了保护皇室的尊严 在御前会议雷尼拉还是站在 我不知情不是我下的命令 戴蒙也不会这么做 这种厚颜无耻操作的态度下控制住了没法做 于是雷尼拉和戴蒙开小灶 让戴蒙坦诚不公 到底当时有没有下令B计划 杀伊蒙得不成的话就去改掉孩子 戴蒙这是重复做了否认 他没有下达该命令 这也是我上集解析的 编剧为了保住戴蒙的人设 鸡贼的把戴蒙的画面切掉 让整个椅子长子的计划变成了一场罗生门 就算现在戴蒙说了不是他下的令 雷尼拉也已经不再相信戴蒙说的话 就如我作为观众一样 我也不清楚到底戴蒙是否会下达杀小孩的指令 编剧这么做也是让戴蒙人设没有那么十恶不赦 雷尼拉借着这件事开始发散 对戴蒙心仗就仗意起算 之前我升完的时候 你是自作主张开御前会议要开战了 巴拉巴拉瓦卡巴卡 说着说着不信任由此带来的不安危机全部涌上雷尼拉心头 雷尼拉甚至觉得戴蒙就是为了想要自己做上铁王座 从而慢慢的把自己架空 戴蒙听到这也破防了 也学着大一梗摔杯子 这集的杯子是真的很无辜 戴蒙也是被伤透了心啊 当初就是他拿着王冠戴在雷尼拉头上 并下跪效忠雷尼拉 雷尼拉上级只放下了一句话说要依蒙德 戴蒙我就辛苦找了两个手下进行了刺杀计划 只不过这次杀计划出了一点小差错 现在全部all in怪我了 雷尼拉也不准了腾牌了 他表态其实从一开始就不太信任戴蒙 因为他太浪当不羁了 雷尼拉一针见血地指出 戴蒙你到底是真的完全服从效忠我 还是你自己有着自己的打算 然后会想方设法把心中的计划实现呢 承认吧戴蒙 你的心中所向一直是属于你自己 你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你自己爽 戴蒙也无法可说 直接离开启程赫伦堡 话说这一集雷尼拉戏分不少啊 变得更苗条的演员 爱马达西真是美呆了 正好相反的是 原主中因为雷尼拉生产过不少 再加上失去小路 脾气越来越差 身心也开始走样 变得十分臃肿 样貌也发生了变化 总之呢就是变成了中年怨妇的肥胖形象 戴蒙离开时还撞见了自己的女儿贝尼拉 照面也不打一声直接走开 贝尼拉看到雷尼拉房间一片狼藉 瞬间议会笑两口吵架了 这时雷尼拉吩咐贝尼拉去监视军林上空 看绿党有什么小动作 这个任务呢本来是小杰自告奋容去的 但被拒绝 也可以看出雷尼拉是有私心的 她不想再让自己的孩子去冒险 回到红宝内 海伦娜葬礼玄远回来 上阶梯碰到了大一耿 两人见面紧住足了一会 大一耿就直接走开了 或许大一耿多少有些怪罪于当母亲的海伦娜 没有把孩子照顾好 但她自认为 又有什么资格去责备海伦娜呢 既然没什么可说的 那就保持沉默吧 科尔这边内心或许也是备受折磨 她去看了杰克里斯的小窗正在拆卸 不由心生了一丝丝负罪感 晚上科尔照例给爱丽森把门 爱丽森还询问 有没有向谁倾诉我们骑马克的事 潜台词呢就是责怪 科尔没有做好一灵铁卫的职责 天天找他夜夜高潮 科尔有些自暴自欺的说到 他没有什么值得被宽恕 气得爱丽森直接摔门 爱丽森洗澡时呢惊心欲足 可惜弯腿没在现场 爱丽森的摔门课越想越气 一个身体拍不响 难道你爱丽森就这么节省自好吗 什么叫我要找倾诉宽恕我的人 科尔穿着洁白无暇的白袍骑士 玉林铁卫盔甲 正好看到正在吃饭的亚历克的白袍 脏兮兮直接破口大妈 说白袍想着着我们的清白 你这是在玷污我们玉林铁卫的脸面 听听大家都来听听 科尔彻底惊分了 把自己身上的窝窝式 卸分得明明白白 亚历克不想和科尔瞎掰 只能起身去换衣服 结果好家伙 科尔变本加厉 质问刺杀事件 当晚亚历克你人在哪 看得我血压都要上来了 亚历克坚定的说 在大一人身边 反问科尔 那么你人又在哪呢 科尔假装我听不见听不见 开始举一反战 你兄弟伊利克是个叛徒 你可别忘了 你到底效忠谁 亚历克听出了话中有话 你要么直接把我身份证得了 是不是想怀疑我 砍了杰和里斯的脑袋 科尔成省追击 告诉亚历克 想恢复荣誉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扮成你的双胞胎兄弟伊利克 混进龙石岛刺杀雷尼拉 在一番思想的挣扎下 科尔直接拿亚历克 你是否要装大一梗为威胁 亚历克不得不答应 这个所谓的国王命令 接下来是小杰和未婚妻贝尼拉的聊天 有些无聊 没有什么阴阳 比较需要知道的点是 他们彼此谈论的各自的父亲 当小杰聊到他的父亲 兰尼诺时 贝尼拉还在试探性的问道 那么斯壮人怎么样 小杰装作没听懂 哦他人也不错 我感觉他很爱我们 贝尼拉爱听破不说破 斯壮当然爱你们了 坦白讲这场戏很水啊 拿掉也不影响剧情推进 之所以这段有点莫名其妙 是因为小杰此前和母亲雷尼拉吵了一架 从幕后访谈我们知道 小杰支持戴蒙复仇的做法 毕竟自己的弟弟小鹿被残忍撕碎 对方绿党以此尝此又有什么值得同情 不过这段在影片中被删掉了 究其原因 或许还是因为坐实了戴蒙杀小孩的B计划 对人设不太好 另外也会让小杰人设变得过于残忍 来到军林城的丝绸街际医院 这就有看点多了 一个银发女子一丝不挂的跳折舞 银发难道是坦克利安的血脉不成 其实并没有 除了坦克利安家族 还会有少部分民众是银发 而戒院会为了迎合客户对皇室的幻想 招聘一些银发女子 重点来了 伊蒙德此时赤裸着身体 像一头受伤的龙 萎缩在老宝的怀抱里 这老宝是上一届伊蒙德科 一起到戒院找大一耿石遇到的那位 严局中其实有提及 伊蒙德就好之口 影片伊蒙德对老宝倾诉着自己憋屈已久的情绪 包括他其实对错杀小鹿的举动 是后悔和内疚的 我们能看到女色带的酒水是乳白色 这或许有因素奶成分在 用来麻痹自己 从小却母爱的伊蒙德 把老宝变强 当成了自己的母亲 和获得安全感的依靠 祖国人直呼内行 如果前面到的不是因素奶 而是人奶 祖国人那就更爱了 在杰赫里斯被刺杀的当晚 伊蒙德原来也不在红宝 而是宝刀机和老宝在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 我们能看到伊蒙德的身体 虽然手臂肌肉有练过 但身体部分却很瘦弱 显得很不成比例 这或许是特效合成 以凸显伊蒙德内心脆弱敏感 却要装作外表冷酷 来保护自己 我们再来看看铁锤修夫这边 他一家都在军林 女儿还患上了重病 由于王子刺杀事件 导致整个军林 人心惶惶物价飞涨 虽然此前大一梗 答应修夫会付给他工钱 但却没有提到期限 这给原本就很拮据的 修夫一家的未来 再次打伤位号 这也为修夫之后的故事 埋下了伏笔 原著理修夫没有生活在军林 影片这样的改动 说不定修夫的战队 也会跟着变动 朝着到船壳镇码头 船队已经修整的差不多了 埃林也穿上了 更为正式的船员将领的衣服 这时埃林的哥哥黑亚当过来 两兄弟好久没有见面 亚当很高兴埃林受到海蛇的赏识 埃林却不以为言 因为这次是真正残酷的全面战争 但亚当却认为 这是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 亚当还特别的说 这是海蛇欠他们的 这似乎也在一语双关 欠兄弟俩什么呢 是因为上次埃林 救上海蛇欠埃林人情 还是欠他们兄弟俩 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 只有亚当在海滩挖贝壳 海烟从上空飞过 暗示了之后亚当和龙的故事 根据原著 龙和主人是终身绑定的 一定需要主人离世 龙才会接纳下一任主人 上一季 兰尼诺假死出逃 骗过绝大部分人 但或许很难骗过龙 毕竟影片中 龙和人是有心灵感应玄学的 所以这时海烟出现在潮头岛 说不定兰尼诺已经死了 海烟飞回潮头岛 海蛇这边则老当一撞 刚和雷尼斯缠绵 坦白讲导演是不知道 这场对话用什么场景吗 还是需要符合 美极黄暴HBO的指标 这样这两位中年演员 来这么一出说着对白 对话内容也很水 和小杰贝尼拉水时长的对话 难分高下 大致内容就是海蛇夫妻 两人坚定的站在雷尼拉这边 然后暂时信任戴蒙 来到雷尼拉这边 他在书房拿出坦克林安家族史 正好翻到了征服者伊根和他的妻子 并且还有相关他们的龙的记载 雷尼拉或许想研究下龙 为之后招募龙骑士的剧情做影子 雷尼拉召见了白区 想问清楚当时刺杀任务的更多细节 但白区的说辞还是和之前一样 只提供线人换取自由 再多也无从得知 这肯定说服不了雷尼拉 白区和戴蒙的交易 为何让雷尼拉我来买单 现如今戴蒙拍拍屁股飞走了 更别想兑现承诺 白区冷冷一笑 也是 戴蒙什么时候嘴里吐出过几句真话 雷尼拉不仅不想放走白区 还有些怨恨白区养肥了奥托在军林的线人 导致他现在响应很吃力 说不定放走了白区你 还反过来咬我一口 白区破罐子破摔 说当初和奥托做交易确实赚了不少 但渐渐自己锋芒毙露后 奥托也放弃了他这枚棋子 要说仇和恨 白区对戴蒙对海塔尔家族更多 被说动但还需要过过脑子 把白区继续关押后审 军林这边则已有出大事 大一更把曾经在红宝登记过的捕鼠人 通通找出来 然后进行绞刑上吊处理 而且还挂在城墙进行威慑 其中就有真凶捕鼠人 看来黄泉路上他是真的不孤单 这么多人陪葬 知道这消息的奥托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喷出 也不顾大一更是不是国王 见到这猪队友就是破口大骂 大一更这次没摔杯子了 反而异常冷静 他似乎知道奥托会骂骂咧咧来找他 为什么呢 因为大一更不是一个人 他身边多了科尔的陪伴 奥托继续泄愤 说好不容易用杰里斯的葬礼 邮接给绿党搬回一局 现在好了 大一更你自己把刚拒龙的明星又给拆掉了 大一更说起码我开始行动了 而不是向你一个进站的六度压血信 而且科尔还做了下一步的行动 奥托一愣 不是哥们你等会下一步什么行动 等奥托听到亚历克去龙石岛要摆给黑党时 啊带不动这些真心带不动 接着又是放声骂骂咧咧 一直都是老狐狸的奥托这时也恍惚茫然了 甚至想到了维赛里斯 那是一个多么好操控的国王啊 怎么到了大一更还是自己的外孙就成了这番田地 这到底是遗传了谁啊 奥托已经懒得和大一更争执下去 丢下一句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话 你父亲果然没看错你 意思就是果然没选你做国王是对的 结果大一更还说父亲最后还是选了他做国王 奥托听了直接小不活 说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这话成了压死大一更最后的稻草 正当奥托要走时 大一更命令奥托卸下国王之手的徽章 你被炒鱿鱼了 大一更这么做还不够爽 直接封科尔为国王之手 科尔自己也没反应过来 啊不好吧 这啊可以吗 这破天的富贵要来是真的挡也挡不住啊 原之中奥托确实被大一更炒鱿鱼 科尔成为了国王之手 不过和上吊捕水人无关 而是好战的大一更觉得奥托一直按兵不动 天天放飞度压毫无作为 于是直接开除了奥托 之后奥托跑到爱丽森房间诉苦 爱丽森嘛感觉也没有太多情绪 甚至我看出他似乎有一丝丝的窃息 奥托走了反而他觉得更好控制 大一更从而统筹整个局势 等一切按照爱丽森自己的方向发展后 再把奥托招回来 奥托也不闲着 他说要回旧镇 那里还有着绿党的实力 终于他们聊到爱丽森的第四个孩子 戴伦坦格利安 援助中戴伦很小就被送回旧镇 戴伦生性温柔 彬彬有礼 习惯于服从命令 奥托说绿党在旧镇还有实力 显然是想要好好培养戴伦 这又是一次妇女离别啊 上一次奥托离开还是在上一次 爱丽森和奥托聊到情深处 爱丽森这时说他想要忏悔 奥托赶紧要他打住 我不听我不听 其实奥托知道爱丽森想说什么 但女儿你开心就好 雷尼娜这边想了许久 还是决定Girls Help Girls 答应给白区自由 还给他派送了离开的船只 补给的食品等 这又是一个破天的富贵有没有 正当白区重获自由离开时 却发现刚从城堡 送他到门口的伊利克 怎么跟着船上来了 此时有蹊跷 决定暂停离开 刚上岛的这人正是亚利克 果然他进大门时 很轻松骗过了守卫 此时伊利克正好对雷尼拉请安告退 亚利克就跟了上来 差点兄弟俩就在打听碰面 亚利克再次骗过守在雷尼拉请公的御连铁位 正当雷尼拉要就寝时 亚利克闯入拔剑 雷尼拉根本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好在伊利克此前察觉不妙折返 两兄弟就此遇上 没有太多废话 这对秦桶手足的双胞胎 因为政治理念信仰不同 扭打在一起 几个回合下来 在场的所有人和包括作为观众的我 都分不清谁是谁 经过我反复几次观看 应该是亚利克大声吼叫 说伊利克是叛徒 然后亚利克以为自己占了上风要斩首伊利克 就说了一句我爱你兄弟 但后来被伊利克反杀 伊利克最终觉得自己辜负了作为御连铁位的职责 没能保护好雷尼拉 选择了自禁 当然这里也有伊利克觉得 士卿杀掉了自己唯一的兄弟 生无可恋 了结自我 了无牵挂 甚至我还有一个解读 说不定活下来的是亚利克 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孪生兄弟 那一刻他人间清醒 觉得身为骑士 怎么可以用刺杀这种龌龊的方式 悲痛欲绝的亚利克 对雷尼拉说出原谅我 然后结束了生命 因为在影片前面 亚利克有提到用刺杀的方式并不光明磊落 原则中也有提到亚利克并不太情愿执行这任务 这里你们更愿意相信最后战胜的人是谁呢 当然大概率是伊利克 这一段亚利克伊利克的对决还是很凄美的 也基本符合原著的描述 曾经的兄弟情为了誓言和荣誉 分别效忠不同的主子 最后却死在彼此手里 原著有两个不同的说法 浪漫的说法是兄弟俩拔剑之前互相说了我爱你 对决了将近一小时 都给了对方致命伤 双双流泪拥抱死在了一起 另一个蘑菇的说法就是打得很快 兄弟俩互相咒骂对方叛徒 亚利克被杀死 伊利克身负重伤都活了四天 弥留之际还继续骂着亚利克 影片中叛徒和爱你的台词都有 伊利克之后果断做了了结 让人唏嘘 爱丽森和父亲奥托告别后 想去找大一耿聊聊 没想到大一耿像一头受伤的困兽 躲在自己房间里低头放声痛哭 丧子之痛对于大一耿来说 确实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 或许在这一刻大一耿作为父亲 为自己的孩子流泪 当然这里也有为大一耿洗了一下 因为在上一期大一耿自己的私生子 在跳蚤窝像动物一样和别人撕咬 毫无反应 现在看到自己的骨肉惨遭割头 却反应这么悲痛 爱丽森看到觉得还是不要打咬的好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结果却看到科尔已经洗干净 换好睡衣 坐在船上等着爱丽森 好恶心 接着科尔 好恶心 科尔慢慢靠近爱丽森 眼神叫一个浪 老子今天容身为国王之首 不得好好啪啪啪来一发 怕爱丽森突然一巴掌扇在科尔脸上 哎呦小森今晚你想来SA吗 爱丽森见科尔没反应 继续涨果 再用力一推 小爱啊你这次玩的这么热烈吗 那么我们就来50度绿吧 爱丽森越是小爆绿 科尔越是兴奋 啊好恶心这两人 然后科尔和爱丽森就亲在了一起 这时海伦娜又抱着孩子走进来 没有了 第二集就在这对热衷于奇马克的 欲望男女操作下结束了 总的看下来和我预期的一样 第二集节奏依然温和文系居多 龙的展现也是少得可怜 第二集主要还是集中在继续中角色的千道 都尽量能有台词 不过这次主力戏份回归给到了雷尼拉 同时也要我们看到了爱丽森和科尔 这对男女更离谱抽象的复杂关系 当然还有最为中烈的伊利克和亚利克 双胞胎兄弟的悲壮谢幕 从这集开始也差不多可以确认 主创和编剧基本就是把黑档 往较为正派的角色去塑造 特别是国光雷尼拉 即使在失去小鹿的情况下 恢复理性的他都不想伤及无辜 更何况是孩子 而绿党爱丽森虽然在思想上也做挣扎 但塔尔科的情史真的败好感 大伊耿这集有些是心疯 伊蒙德变得很受伤 奥托估计被猪队友的行为 弃得胡子都绿了 剩下真正可怜和痛心的海伦娜 OS那我走 真正伤心的海伦娜 反而没人安慰 这么看下来 爱丽森教育孩子的方式 真的比不上雷尼拉 雷尼拉再忙再丧子之痛 还得花时间亲自带娃 爱丽森身边的孩子感觉都不太正常 反而不在身边的戴伦可能一表人才吧 从第三集Promo预告来看 军林大军算是出动了 黑绿两党很快就要正面交锋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如果喜欢龙智家族系列的家人们 还请点赞转发多多点开来看 让我上上任务摆脱了 你们的支持对我真的很重要 那我是大聪 下期视频 我们不见不散